作词 作曲 李宗盛 爱成何痴愿 遗言过多少遍 谁能看穿旧的舍面 人要唱快一点 把感哭唱片 最好是爱恨都体会 心存不浪费 感情和欲若是两面 真心来串联 只想要温馨无愧 对得起苍天 多少天上也不会埋怨 我看龙腾羞腾字逐渐进化又云烟 只想要温馨无愧 对得起自己 泪却见我管他人也可谓 心事长不能识却是没 爱最珍贵 潇洒才走一回 命运反滋味 老爷 九姨娘到了 老爷 九姨娘到了 咱们这儿先给您跪个安 大人 您挤一下 免了 九姨娘 请起来吧 九姨娘 谁不知道这京城里 往来你百花楼的贵客是一个比一个大 在您眼里头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大人了吗 德公 您看您这是说到哪儿的话 在咱们那种地方 只要上门就是贵客 可是要说的什么轻贵权贵什么的 那可真是凤毛麟角 难得一见哪 更别说像德公您这样的 金官中的金官 权贵中的权贵了 还没坐下呢 就把我才那么高 待会咱们还怎么齐头说话呀 德公 您就是给我九姨娘多长十个脑袋 我也不敢跟您德公齐头说话呀 德公 您有什么事要办 就尽管吩咐 我能办到的 一定尽力给您办到 我找你来啊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咱们随便聊聊 聊聊 坐 九姨娘 叫你坐呀 上茶 九姨娘 喝茶呀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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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 坐下吧 坐 坐 听说前一阵子 小柴姑娘身体违和 不知道最近好点没有啊 哎呀 德公 您不提 我都不敢说这件事 这是刚才我一进门就该先向您请罪的 就是上回您要我们娘俩过府去赏局那件事 我怪你一句了 没有 那我是派人砸你娄子拆你牌子了吗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德公 您大人大量怎么能跟我小民这么计较呢 就算计较我也不会计较这一时啊 你说是不是啊九姨娘 是是是是是是不计较这一时绝对不计较这一时 那个老东西 你以为你还有几时 不过话要说回来了 上回没见小美人来 又听说她病了 我的心呢 还真心疼了好久呢 成蒙德公您的厚爱 这次我回去一定把您的画给带到 谁叫你带画来了 要带画我就不必找你了 德公的意思是 我叫你把人给我带来 上局是不是 没问题没问题 这一次啊 我绝对把人给您带到 周姨娘啊 聪明人 就最好别让我说两回话 头回话我会说点好听的 这二回话可就难听了 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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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不明白 德公您让我带人 不是为了赏局 那是有什么别的安排啊 那我就明说了吧 九姨娘 坦白就说 我这个人呢 向来是眼尖嘴雕很难伺候 问我大管事德夫就知道了 在我府里边上知妻械 嫁至苏拉奴婢 只要给我一个不顺心 就没二次机会了 是是 我明白 你能有这第二次机会 全丈人祖上积德 这辈子修行得道 加上我上回去百花楼 把我伺候的挺乐 所以才给你这第二次机会 是是 多谢德公 不计较 我从头到尾 就没说过我不计较 老实告诉你 敢爽我德某人约的 你是头一个 我不敢不敢 小柴姑娘是真病还是假病 你我心里都明白 不过这一回 我就没这么好打发了 我这个人呢 有个嗜好 那就是 专门喜欢周苍基世珍宝 除了自画古董之外 还包括女人 不过 能被我称得上 西史珍宝的女人 那可真是少之要少 偏调了 小姨娘 你手头就有这么一个宝贝 让我一想起她的 就拾不下宴 睡不安着 非得到手 我才心安 这个找你来 就是为这个 小姨娘 条件呢随你开 在你眼里的大江大河 在我德某人眼里 全是小球小盗 不过人 你可得保证 一定给我带到 这次再出什么岔子 除非你的背后 有天皇老子靠着 否则 你可就惨了 大公 大公您开恩哪 您开恩哪 大公您开恩哪 开恩哪 开恩哪 我已经开恩了 否则这会儿 还能有你 跟你杀死八旗王爷 那个小宝贝儿子 这两口气儿 在吗 德某 德某你有所不知啊 小柴 他并没有卖身器 在我的手上 我虽然养着他 可是我不能管他 这 这件事恐怕还得 他自己点头才行啊 那他去问问他 那他去问问他 他是要一个人点头 还是要一楼子人头落地 三爷 三日之内 三日之内呀 德大人一开口 我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我是怎么让人扶上轿子 给打发回来的 我 我全都不知道了 我 那你是怎么答复他的 哎呀 三爷我还能怎么答呀 我要敢说个不字 我今儿晚上 我还能回到这儿来吗 那你就答应他了 小柴那儿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万一他要是一个不答应 我就完了 他要是一个想不开 我也完了 反正我是陪了夫人有折兵 我没救了 三爷 这件事我是无计可施了 就看您怎么帮我了 你让我帮你 我怎么帮你啊 你已经答应人家了 这是铁定的事了 就算我跟德大人的关系再好 这也轮不到我去说呀 可是我不点头又能怎么样呢 早知有今天 当初不到百花楼摆那桌酒就好了 行了行了 你就别说了 事情发生的突然 你总得让我回去好好想想吧 三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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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爷您可得帮帮我才行啊 我早料到会有今天 没有一件事情是我找来的 可是到头来都报应在我头上 这世界上还有没有天理啊 铁蛋 还有铁蛋 糟了 这件事情要是让铁蛋也知道 他一定会到德府去拼命的 你去看看别的地方吧 你帮帮忙 走吧 走吧 那你走吧 我们这儿不能收你 去别地看看啊 哎呦 九元您来了 里边请 里边请 老地方老规矩啊 好嘞 您来了 里边请 哎 四少爷 来喝茶啊 啊 不 请 请问你们这儿请人吗 四少爷 您 我 铜家的事儿 你听说了 哎 听说了 真够可怜的呀 可不是 哎 真得想到 哎 四少爷 呦 这不是铜四少爷吗 你是 四少爷八成不记得我了吧 我姓张 当年在外务部当差 铜大人还曾提拔过我呢 你 谁给你 你认识我爹 四少爷 令尊的事儿我听说了 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平反冤情的希望 要平反也得有人帮忙啊 我找了我爹几位朋友 可他们都避而不见 张兄 你能不能帮这个忙 帮我打听一下我爹的消息 这个嘛 不瞒四少爷说 其实昨天我刚见过令尊的 什么 你见过我爹 我爹他现在在哪儿 他好不好 我因为正好职任刑部书败 所有才有机会 进入东城角的天牢里 见到了铜大人 那我爹他现在还好吗 他到底怎么样 他是不是受了很多苦啊 在天牢里哪儿不受苦的 真难为铜大人了 那你带我去见一下我爹吧 我就想看我爹一眼 让我现在看他一眼 我就能知道他到底好不好 而且家里人也都对他放心了 雨卦 你在想什么呢 我 我在想明天该到哪儿 去碰碰运气 其实 你不妨上街摆个小摊 做点生意 或者卖点小吃也行啊 你放心 我能照顾二娘 这事不用你管 我知道 你是嫌在街上抛头露面 很丢人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去好了 那怎么行啊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我以前 还不是三天两头的 跟着我爹上街卖艺 你又不是不知道 海龙王养的归儿子 以前 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今天是不是 是 二娘 二娘 您怎么出来了 没事 我老躺着手脚都软了 我出来活动活动筋骨 二娘 让我扶着您走走吧 好啊 二娘 您穿得这么单薄 该着凉了 快去帮二娘拿件衣服 好劈劈 没事 二娘 我陪您走走吧 好 张大人说过 只要抽五百两银子打通关节 就能到天牢见父亲 我要是当了这块玉 二娘知道了 会不会很生气啊 可要是能凑出五百两银子 间跌一面 那她也许就不会怪我了 可万一要是当了 赎不回来怎么办 一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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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不也在这儿吗 我去钱庄上工 你要去典当行啊 谁说的 我没有啊 我还没有到进典当行的那个地步 走走走 我们去钱庄聊聊 昨天去趟武馆没见着你 走 你昨天又去武馆了 对啊 你不在啊 雅二没告诉你吗 我去呢 是想给你拿个主意 看你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对了 我告诉你啊 替人做工呢 是赚不到几文钱的 还是自己做小买卖 这样 虽然抛头露面辛苦一点 不过只要生育做胎了 你跟二娘的生活肯定没问题 至于你爹那边吧 倒也急不得 这种事情啊 得慢慢拖人 慢慢想办法 铁大 我老实告诉你 佟家的事 佟家人自己会照顾 不用你 像个狗扑军师一样 偷偷跑来武馆 穿来穿去的 特别是趁我不在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 喂 好 童子少爷 我不管 别 大少爷 三小姐来看您了 进来吧 三小姐 请 小姐 你还好吗 你不能老是这么把自己 关在屋子里啊 你看 你都瘦多了 要不 我陪你出去走走好吗 谢谢你那番好意 我哪儿都不想去 那好吧 我不打扰你了 靳云 你说你想出去走走是吧 你想去哪儿 去哪儿都行 我随你 好 那我们走吧 靳云 走吧 我陪三小姐出去走走 跟我爹说一声 是 你知道吗 别的女人家逛街 总是喜欢看一些头花啊 首饰啊 衣料啊 而我喜欢 古董 字画 还有鼻烟壶 我还托人 从上海带了好多呢 别提上海 好好好 那我们说点别的 对了 我爹跟我说 你们家庆字号的典当行里 有不少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 你什么时候有空 带我去逛逛吧 前面就一架 你要不要去看一看 好好好 大少爷 三小姐 您来了 大少爷 有什么新道的古董 带三小姐去看看 有 这是乾隆年间的 这是咸丰年间的 有鼻烟壶吗 我想送给我爹一个鼻烟壶 有 有珍贵的鼻烟壶 长生啊 带三小姐到里边去看看 嗯 金人 那你进去看看 我在这儿等你 好的 三小姐请 大少爷这边请 这些是康熙年间的古董吧 是康熙年间的 这鱼什么时候送来的 今天早上送进来的 今天 是 那来典当的人是谁 是不是一位没清目秀的姑娘 不是大少爷 那就是因为年龄稍大的 是一位牧师 是非小伙子 怎么可能是一位小伙子呢 你是不是记错了 不会错大少爷 是我亲手接的 不会有错 那你把账册给我拿来 哦 在这儿 大少爷您别着急 我给您找找啊 哦 是这个 童玉关 童玉关 张大人 对不起张大人 我就凑了三百五十两 家里突然遭到变故 身边能变现的东西不多 哎 这个 要是实在不够 我再去想办法 没关系 不够的事我先替你补上 啊 那 那怎么好意思呢 没关系 是自己人才会帮这个忙啊 既然要帮忙还计较这些干什么 啊 那您现在能带我去见我爹了 哎 哪能这么快啊 我得先打点安排啊 可是 可是我急着想见我爹一面呢 我 那个 我看这样吧 您先坐一会儿 我这就感到行不疏通 等事一办妥 我立刻回来带您去见佟大人 您看这样好吗 好吧 那也只有这样了 张大人 拜托您了 拜托了 放心放心 等我的消息了 啊 这位大人 哎 请问这是童府的关顶吗 这门上的封条你没看见吗 我想找童家的人 童府 童府已经被抄家了 现在这栋宅子会内务福管 你什么人啊 问这个吗 那童家人都去哪了 问你什么事啊 你到底什么人啊 没事赶快走吧 对不起 童家抄家 童玉关 她跟宇童认识吗 她怎么会有这块玉 报官 铁袋 我想起来了 在报官铁袋跟我介绍过的 放手放手 放手 放手 放手啊 哎呀 能不能别像抓贼似的 我有句话要问你 我还有话问你呢 这漏网注意什么意思啊 那天三爷跟童叔说 童家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哎 你又不是不识字 你不会自己看报纸去啊 我这两天哪有心情去看报纸啊 我就要问你 童家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童大人被人陷害 丘官抄家 入天牢了 那童玉关呢 童玉关他人在哪儿 你找玉关啊 童子被封 他跟他二娘 住在花式后街 政务堂里面 喂 你去哪儿啊 这是我找到玉童的唯一线索 只有这儿 我才能找出玉童的下落 二娘 是你把那块玉拿走了 玉呢 你把玉拿哪儿去了 说呀 玉关 你快点说呀 我把玉给当了 你 二娘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是想筹钱去打通刑部的各道关卡 进牢里去看看爹 谁知道 我碰上了一个骗子 他拿了钱 就一去不复返了 玉关 你怎么也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呀 我 我怕二娘为了钱的事操心 你说 你把那块玉挡到哪儿去了 你明天给我赎回来 二娘 二娘 你听见没有玉关 二娘 您别生气 我明天就去 我明天就去把玉赎回来 你到底卖了多少钱呢 三百 三百五十两 这个骗子 你把三百五十两全都给了他 玉关 三百五十两 就是三千五百两 三万五千两 你也不能把它拿去当了呀 二娘 我当时是意识情急 你应该明白 这块玉 是咱们佟家的宝贝 是你们四兄弟之间唯一的信物 二十年前 在石城下发生的那一场 胜利四别的 好天 这块玉 就成了寻找 你十三哥哥的唯一凭证 因为他们三个人身上 都有这样一块玉 这些年来 我和你爹 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希望 就是因为手里还有这样一块玉 我相信 总有一天 你的三个哥哥 会带着各自的玉 重回佟家 和咱们团圆 要不这些年 我指摘念佛 我求的是什么呀 官儿 二娘 我当时是为了 尽天牢见爹 所以意识情急 忘了那是我们佟家四兄弟相认的信物了 你怎么能忘了 从小到大 我是怎么跟你反复地说这件事情 还怎么让你记着你娘的惨死 和你三个哥哥的形貌的 二娘 我没忘 我都记得 大哥叫玉贤 他天字聪明 两岁就可以被百家姓 三岁就可以被唐诗 二哥叫玉如 他长得眉清目秀 天平饱满 三哥叫玉孝 刚一生下来 就是 房头大耳 谁见了他谁都说 他是将相之才 二娘 我还记得 记得您教我的那首儿歌 您说 那是大哥小时候自己编的 马儿跑 马儿跳 四个小孩抬花轿 马儿跑 马儿奔 马儿闹 马儿闹 四个小孩来相亲 马儿跑 马儿飞 四个小孩被紧追 你 现在就剩一个了 大哥 二哥 三哥 你们在哪儿啊 帮帮我跟二娘吧 二娘 冠儿 二娘 我错了 冠儿 二娘 二娘 你 二娘 2 上帝 求求你让我知道 让我明白这一切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一样 这和雨桐 这和我交给雨桐的那块不一样 我记得那个上面香的是 香的是紫蓝色 可那块 和这块是一模一样的呀 我刚才听出来了 原来是相同的四块雨 为什么我爹手上会有呢 为什么他手中会有这块雨 莫非我 雨桥 三爷 你说大少爷陪三小姐逛街去了 是啊 三爷 我看三小姐性质很好 两人一路上有说有笑的 你亲眼看见了吗 是的 老爷不是交代我要一直跟着大少爷吗 好 雨桥 你没让我失望 日后啊 我对你另有安排 多谢老爷栽培 下去吧 是 人杰跟锦云 难道是经过这一阵子折腾 人杰他想通了吗 人杰和锦云这时候走近 到底是坏事还是好事啊 如果这时候能催着老头子嫁女儿 这喜事一忙 也许小差的事情就能暂时搁在一边晾一晾 一方面早点把他那宝贝女儿迎进门 好多一样牵制他的力气 另一方面 殷亲开口说话好歹也有些分量 到时候再谈小差的事也许局面就不同了 绝处逢生 我这一辈子有这四个字就受用不穷了 哼 绝处逢生 认识这块鱼吗 了 欲 皇爷 开始 皇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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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时机 一个一个 全都错过了 月亮从无言 他笑看着时间 多少心情变成久远 从在教授以后 俘化在了分别 爱成何痴愿 一言过多少遍 谁能看穿旧的舍免 仍要唱快一点 把干枯唱片 最好是爱恨都体会 星辰无浪费 感情何欲若是两面 真心来串联 只想要温馨无愧 对得起苍蝶 多少天上也不会埋怨 我看龙腾羞腾自主间 今华又云烟 只想要温馨无愧 对得起自己 来去见我关他人也可谓 心事长不能识却是美 爱最珍贵 潇洒才走一回 命运翻滋味 老爷 酒衣娘到了 德大人 德大人 您万福万福 咱们这儿先给您跪个安 大人 您挤一下 免了九姨娘 请起来吧 九姨娘 谁不知道这京城里 往来你百花楼的贵客 是一个比一个大 在您眼里头 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大人了吗 德公 您看您这是说到哪儿的话 在咱们那种地方 只要上门就是贵客 可是要说的什么 轻贵权贵什么的 那可真是凤毛麟角 难得一见哪 更别说像德公您这样的 金官中的金官 权贵中的权贵了 还没坐下呢 就把我才那么高 待会咱们还怎么 齐头说话呀 德公 您就是给我九姨娘 多长十个脑袋 我也不敢跟您德公 齐头说话呀 德公 您有什么事要办 就尽管吩咐 我能办到的 一定尽力给您办到 我找你来呀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咱们随便聊聊 聊聊 坐 九姨娘 叫你坐呀 上茶 九姨娘 喝茶呀 喝茶 坐下吧 坐 坐 听说前一阵子 小柴姑娘身体违和 不知道最近好点没有啊 哎呀 德公您不提 我都不敢说这件事 这是刚才我一进门 就该先向您请罪的 就是上回 您要我们娘俩 过府去赏局那件事 我怪你一句了 没有 没有 那我是派人砸你娄子 拆你牌子了吗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德公您大人大量 怎么能跟我小明这么计较呢 就算计较 我也不会计较这一时啊 你说是不是啊 九姨娘 是是是 是是是 不计较这一时 绝对不计较这一时 那个老东西 你以为你还有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上回没见小美人来 又听说她病了 我的心呢 还真心疼了好久呢 胡小天 这个人是谁啊 这个人是何西一带的江阳大盗 童家的造语 很可能就是他干的 可是 始终抓不到这个人 你在想什么 二娘 我有些口渴 麻烦您倒杯水来 你看我光顾了说话了 忘了给您沏茶了 你先坐会儿 我到后院给您沏茶去 是他 竟会是他 这就是他小心翼翼藏着那块玉的原因 马蹄生 那些梦魇 土匪 他竟然是个土匪 这张脸我看了二十年 这声地我喊了二十年 他竟然是个土匪 那我呢 难道 我是童家的儿子 我好糊涂啊 我忘了问您遵性 人呢 先生 不是啊 你 我 听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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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儿跑 马儿奔 四个小孩来相亲 马儿欢 马儿闹 四个小孩抬花掉 马儿跑 马儿飞 四个小孩一起追 马儿跑 马儿奔 四个小孩来相亲 马儿欢 马儿闹 四个小孩抬花掉 马儿跑 马儿飞 四个小孩一起追 这里头有我吗 玉玺 到底哪一个才是我 娘 我回来了 你到底去的是哪一家 你记没记住啊 我记着呢 应该就是那家店啊 那他为什么说死也不给我们 他会不会卖给别人了 如果让二娘知道了怎么办呢 怎么办 难道不进去了 不进去不行啊 还是进去吧 二娘 我们回来了 官儿 二娘 你们看 玉 二娘把玉找回来了 对啊 难怪我们刚才在典当行熟了半天 他也不肯拿出来 是二娘把他熟回来的 二娘 您怎么有钱把他熟回来啊 不是我 我可没有钱把他熟回来 这块玉啊 是你的一位朋友把他送回来的 朋友 铁大 肯定是铁大哥 不 是一位身穿洋服的朋友 我还想再见见他呢 二娘 你没弄错吧 是我的朋友还是爹的朋友啊 哎呀 还是别管了 反正玉已经回来了 那二娘 就可以放心了 是啊 是啊 哦 感谢上天 让我们童家这块相认的玉 可以失而复得 好了好了 没事了 没事了 我还是想见见这个人 哪个呀 就是这位把玉还给我的公子啊 官儿 你好好想想 这位送玉的朋友到底是谁啊 任贼作父 任贼作父二世 老天如此安排是何道理 顾庆三 我母亲和玉童都是被你害死的 你害死了今生我最爱的两个女人 我不会放过你 我已经从你那儿学到了态度 也学够了 现在该是我回报你的时候了 三天以后 德府就要人 哦 不对 昨天已经过去了一天 还剩两天了 哎呀 两天以后 他们就要派人来把你带走了 小柴 小柴呀 你怎么听这句话 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你到时快替自己拿个主意啊 我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小柴 你心里头到底在想些什么 姨娘我从来就没有摸透过 原本呢 让你跟着穷酸走 你不走 领了三爷的勤奋 你又回头跟那个穷小子演了一出西香剂 这一次本以为你已经走定了 可是没想到你又回来了 早知道会碰上这等麻烦 还不如当初你就一走了之 姨娘 过去的事情就别再提了 那明天呢 明天的日子还得过呢 小柴 姨娘不得不跟你说实话 这回呢 姨娘我可真是再也扛不住了 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啊 要真是自寻短见 我可不答应 因为那不值的 你要是想躲 姨娘我也只有扔下这个百花楼 和你一起去躲 你要是心意横一闭眼 就让轿子给抬走了 你还不会这么傻吧 一个人要是不能死又不能走 面对一个又一个的明天 他要是不傻怎么过 你 你的意思是 愿意去那个德府 给狗东西做小姨太 小差 你要是真的到德府去做小 那你就全完了 姨娘我可是过来人 那可是生不如死 当初要不是福郡王早死 我被他们府上人给撵了出来 我弥陀佛出了火羹 那现在你眼前就没有 救姨娘这个人了 姨娘 我要是不上花椒 铁袋和你不就是我的牵连了吗 哎呀 铁袋 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她知道 要让她知道了以后 她一定会去德府拼命的 其实 最痴最傻 最苦的人 就是她 小柴 你 你 你知道铁袋她对你 姨娘 都这么多年了 这么多年来 铁袋从早到晚都围着我转 我怎么能不知道她对我的心意 那你答应她呀 答应什么 当然答应嫁给她了 我就算准了她开不了这个口 铁袋她为什么要这么傻呢 我还算准了就算她开得了这个口 你也不会答应她 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小柴 这不管你的事 铁袋呢 就交给我去对付 你现在 还是先替你自己想一想 看看还有什么脱身之计没有 三爷那边 我们还是抓紧 怎么说人家对你也下了一番功夫 目前我们就只能指望她了 你说是不是啊小柴 啊 月亮从屋檐 她笑看着时间 多少心情变成周园 总在教授以后 俘获才能分辨 爱成何痴愿 一言过多少遍 谁能看穿旧的舍免 人要唱快一点 把干枯唱片 最好是爱恨都几回 需要一直赫尝 降词 寻雨 渴離 任何痖